来看鸟带来的国民外交 两年前11月15号 一只西伯利亚白鹤 飞来宜兰市盐平里的开西庙附近七席 引发全台轰动 并也在2022年的3月8号顺利离开 而巧合的是 当天日本鹿儿岛的出水市 唯一一只白鹤也飞回故乡 消息一出促成了台日鸟会交流 也透过宜兰白鹤的生态文上产品 成功打响国民外交 两年前的今天2021年11月15号 一只西伯利亚白鹤飞到宜兰市盐平里 开西庙附近七席 造成全台轰动 而当时的宜兰市长江聪渊也非常重视 并且全力支持保护 这只稀有的珍贵保育鸟类 一直到去年的3月8号来飞离 总共在宜兰七席了113天 而非常巧合的是 日本鹿儿岛县的出水市 唯一一只白鹤也在去年的3月8号飞回故乡 这一则台日 只有台湾才有的这个地球上只有台湾才有的 32种的一个鸟类照片的一个展览 非常珍惜这段缘分 白鹤离开之后 我们又利用它原本的棲息地 来跟作白鹤有机迷 也造成这一次可以跟日本交流 除了照片上的交流之外 也打算在日后 这个可以像是我们这个稻米 白鹤米的交流 宜兰白鹤在七席这段期间 吸引了全台爱好鸟类摄影家 疯狂拍摄白鹤的照片 并且举办了摄影比赛 冠军作品还经由台湾故宫之称的台华瑶 烧城白鹤纪念池盘也台湾首度 发行得奖纪念的白鹤邮票 感情会这么深厚 然后八成会停留在保护区 这个就是代表他很有灵性 那日本人很爱白鹤 叫天然纪念物 你不能去伤害他们 还有冬天怕他们二早就会去喂养 这个经过我们那个台湾故宫 台花瑶来助作以后 把这个得奖第一名去做华瑶 然后去公开拍卖 我会有幸能够在野鸟协会 这个拍卖场能够拍定这个 当作我们的镇家之宝 这个可以说是得奖 四千张里边唯一得到一张 开心庙附近的水稻田 并由三星纪园农庄 五庆中有基米达人 种植有基米来耕种 去年的六月中收成之后 全部的有扇米制成的熊鹤里礼盒 鹤里成功好酒 鹤里健康好处等八项系列的稳创产品 这个就是我们叫做宜蘭和米 然后这个叫开心鹤处 为什么叫开心鹤处 就是鸟那间廟叫开心庙 然后所有人的车或是大炮 都叫开心庙 开心庙也起到保护我们这家好的作用 然后他正 共奉的是正成功 所以我们开发这个叫成功鹤酒 总共把他租起来叫做宜蘭和礼 这一段缘分也促成一个国际外交 我们认为这么好的良缘要好好的来珍惜 好好的来保存 也希望说能够透过这一种概念 让不管是我们的环保 或者是整体永续的环境 可以受到大家更高的重视 一只米鸟来到宜蘭渡东的白鹤 促成了台日鸟会交流 除了台湾鸟会前往参访交流之外 明年的三月日本木河岛县的出水市 也将前来交流 同时也透过白鹤的生态文创产品 成功打响国民外交 为宜蘭的白鹤故事更增添加化 宜蘭最后 明亮日本 赞 宜蘭新闻记者石世民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